大家好,我是曼尼迪凯拉 现在我和苏伊托老师 我们俩是要去吉隆坡的Slayang Center 然后马上要开圆满课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顺便苏伊托老师也回答 就是你看跟圆满相关的 其实我知道对他来说是很简单了 但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跟人圆满的时候 你是要去道歉吗 其实圆满呢,我通常都是在自己心里先做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底有什么情绪对这个人 然后我就是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 然后自己情绪才是真正让你对他人感觉到不圆满的主要原因 稍等 好的 刚才随陀老师答案非常标准 就是好学生 他那不是好学生 他是好老师圆满做很多年了 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包括甚至有很多朋友在灵修的路上都说 我们一整就要做忏悔什么的 要抱歉的什么 这些是废陀文化 印度教非常反对的事情 不是说你不应该就是对你做的事情负责 但是呢,道歉这个行为它是不圆满的 也就是说它是从一个 powerless 一个无力的认知的这个基础上做的行为 事实上呢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让自己的心中强有力 也不是说让你高傲 只是说呢 真正的方法是要先让自己内心圆满 就是你和这个人的纠结 造成你的这些情节 情绪,负面的情绪你要先放下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师所讲的 圆满 而不是说你跟那个人道歉 那人原谅你 只要你能够内心圆满呢 这个人也 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圆满的 这个过程就开始了 如果他目前还没有跟你圆满 就是他还没有原谅你呢 他也会慢慢的回来 或者是你在一个圆满的 强有力的一个态度 状态下呢 你在根据对方的情况 你呢是以要对对方负责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内心 再去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对不起你 我抱歉呢 我伤害你了 或者我误会你了 所有的这些情绪全都是无力的 你要对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负责 你是要有这样的有力的态度 所以呢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 废陀文化的和他人圆满的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背后的一个背景 就是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放下了和他的不圆满 在这个基础上呢 抱着对他负责的态度 你在去做任何的行为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的 只要是你内心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 只有在你圆满的可能性之上呢 对方才能和你真正的圆满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你内心一直不圆满 你和这个人之间的纠结一次完了 还有第二次 而且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或者说你和他之间的纠结没有了 你还会再跟其他的人之间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你的根源还在 你内心的不圆满还在 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圆满的知识 然后也希望给所有的朋友一些启发 就是当你和别人做圆满的时候 你要照顾的是你的内心 而不是别人 首先你要照顾你的内心 让自己圆满了之后 你才能对对方负责 而不是第一时间跟对方道歉 这个是错误的手段 这个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希望这一期的简 这个简短的 这个小的话题 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吧 然后我们马上 哎对了 这个播出来之后应该是晚上 好吧 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来参加我们圆满课程 那我们星期二晚上还有一次机会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来参加 因为我们群里有很多新的朋友 对圆满这个科学还不是非常了解 所以呢希望你至少有一个 正统的训练吧 有这样的一次经验之后 你才能用这个科学 再继续的在下面自己做圆满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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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